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应该是美国正式正面对中共寻找了一个突破口 或者说他希望在网络封锁上 网络突破这种封锁的这点上 对中共呢直接宣战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那果不其然就在过了一个周末 美国之音就登出了一系列文章 而在国内呢同时有对应 有内应 什么叫有内应呢 中共的防火墙之父北京邮电学院的院长姓方的 到一个大学去演讲 结果来了一个女同学 女同学又学了当时 这个所谓中东地区的一些人的做法 拿鞋本 哗 给他一鞋本 挺逗 而且这女同学呢 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澄清了一下 说我不是在课堂上扔他的 而是在他下车的时候我就砍了他了 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砍中了他了 是不是就是他 这件事在网上呢反响非常大 所以我说了 中国内部有内应 海外有美国人跟中共干起来了 你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我们说可能表面上没什么关系 但是大家心劲是一样的 心往一处死 这也是国内人说的话 那咱们就看看美国之音怎么说的 美国之音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国网络舆论发展迅猛 当局垄断面临解体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网站 最近有一个新的报告说 在中国有数亿网民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意见阶层 报告说 虽然中共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断网 及对网络发言人进行人身迫害等种种打压措施 但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公民启蒙运动 蓬勃兴起 芳心慰爱 他说这词挺逗 新意见阶层 我觉得就是实际是新的表达意见的平台 而且老百姓在网络上有一种隐身的概念 根据中国维权网的报告说 现在的中国互联网舆论保持了高速发展的事态 以描述关注新闻事实 凭借互联网 所有人对所有传播的这种优势 在网上表达意见的中国网民 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意见阶层 我一想也挺逗 咱今日点击有相当一部分就透过互联网 把海外被中共封锁的网站和消息 加上咱北京人的评论 跟咱中国大陆的网民分享 文章里接着说呢 在网民数量持续攀升 权力意识不断升高 热点话题事件层出不穷的北京之下 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诸如制度不公 人权缺失等各类问题畅所欲言 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共识 发酵情感 诱发行动 影响公众舆论 所有词都弄起来了 就是心里也激动了 大家也共识了 然后一块怎么着 咱一块说干什么 整个这一段里头就说了点这么话 他接着说 国家其实应该讲 应该讲叫共党 共党独家掌握意识形态的垄断局面 正受到网络文化的威胁面临解体 这话说的贼狠 所以正应了我原来说的那个道理 那美国人这么干 直接冲着解体中共的方向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又有放钱 又以国家 又以美国政府的直接宣战的名义冲着干 所以不拉灯一死 咔嚓全开了灯了 想拉都拉不了了 就想让阳光或者说光线 照遍所有黑暗的角落 文章里还接着说呢 中国网民和网络 在一系列事件当中 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 这词说的 既肯定咱们老百姓 同时又有忽悠的成分 我相信在北京 有些当官得看咱今日点击 估计看完这话之后 七上八下 心里您说怎么想 既感叹又赞许 心里又害怕 那美国之音呢 采访了国内比较著名的媒体人士 李大同 这是原来冰点的总编 李大同说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表达意见的前所未有的气场 而同时当局的打压措施却不太起作用 李大同接着说 大体上说中国互联网的产生 特别是BBS 博客和微博的确立 确实使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事务的发言 具有了非常快速和广泛空间 尽管这样的空间被当局打压压缩 但是收效甚微 李大同讲说 当局打压措施不力的根本原因 就是管不了了 因为太多了 半个中国的中国人都是网民的话 你说咋管呢 想想也逗 半个中国的国民都是网民 另外半拉就是农民 你说这头惹这头还是惹这头 想想挺有意思 而维权网的报告呢 从2009年到2011年的近两年期间 中国当局打压和管制互联网自由的力度和范围呢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 但是网民们在突破封锁 所展示出来的积极参与的精神 和采用的种种创新的手段 也令人赞叹 说到这儿我们还得提到 有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所创建的这个破网五剑客 那绝对是最先驱了 为什么说最先驱了 大家戏杂不杂一群练功的人 其实在海外很多练法轮功的朋友 都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学学府毕业的这些尖子的学生 而这些人组成了自己的力量 创办了这破网五剑客 而中共呢 动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中共党的力量 把党的安危都压在了互联网的所谓封锁上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玩不过那几个练功的人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政府有行动 那紧接着美国政府的行动完了之后呢 结果几个曼哈顿人 美国纽约人呢 把百度给告了 这事也挺有意思 那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文章 这么报道 美国居民状告百度 侵犯言论自由 文章上来就说 一群纽约居民把百度告上法庭 指控这家中国最大的在线搜索隐形 涉嫌违反美国宪法 中国覆盖广泛 日趋严厉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呢 被曝光在聚光灯之下了 那具体文章提到说 实际在上周三 曼哈顿地区法院呢 接到了状子 八名原告 指控百度 在搜索结果中 屏蔽了他们有关中国人权和民主的文章 以及视频 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起诉书把中共当局列为共同被告 那文章里接着解释说呢 为什么把中共当局列为共同被告呢 是因为中共当局本身就是反民主政策的一个代言人和执行者 这事挺有意思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那文章里也提到呢 这个案子非常特别 所以目前在美国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围绕促进网络言论自由 遏制企图限制这种自由的政府的讨论 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其实他这边就是回扣了美国政府本身 已经对网络自由作为他突破或者说打垮独裁政权的一个首选的武器渠道和方式 而将于的说法是这么样的 说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管理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属于主权行为 根据国际法外国法院没有管辖权 绝吧 蝎子蜡屎读一份 您信不 所以从换个角度上说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辖 整个这种做法是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 他这话就可以这么说出来 脸不红心不跳 就这么讲了 怎么着吗 你 所以把外国记者我相信坐在底下恨得直咬牙 没招就这个 而自由亚洲电台呢 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提到的还是互联网问题 文章说 被屏蔽软件的总裁痛斥北京 而方斌兴被扔鞋 持续引起热议 文章提到呢 被中共当局屏蔽的软件 Flippable的总裁质问中共当局 到底想要在此类事情上走多远 那这个呢 在我们上个星期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 而中共长城防火墙的参与者和主要的设计者 他的所谓的讨论 或者说对学生的发言的演讲呢 遭到了整个网友的批评 中共长城防火墙对资讯的控制以及封锁 一直以来是中国网民所埋怨和唾弃的 而有防火墙支付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 方斌兴 星期四到武汉大学出席活动时 遭到了一个女学生扔鸡蛋和扔鞋子 在网上引起了一阵的轰动 那整个这件事情呢 就这么一个描述 紧接着他采访了美国加州 伯克莱分校信息学院的一位主任研究员叫做肖强 他说我觉得对方斌兴的方式更有鼓励性 因为不仅方斌兴本人是审查制度的象征的代表 而且进行这种面对面的抗议活动 在大陆是十分罕见的 实际上是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的 我也非常欣赏这位勇敢的抗议者 当然我也为他的安全担心 他的做法似乎是一种非常过激的举动 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却是千百万网民 长期以来所积压的愤怒和不满 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行为加以鼓掌欢迎的 关键性的原因 而在纽约法律起诉的方式却比较有创意 但这毕竟是海外 因为在美国法律是一种象征性的起诉 而主要的业务却在中国的公司 它的实际作用还是象征性更大 那我觉得无论象征或者怎么样 一旦定罪的话 那谁实施的这种方式 那谁将承担责任 我相信看咱今日点击的很多朋友 就参与了中共当局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谁给你告了 你去不了美国了 那你不多麻烦呢 咱我想说最关键的是这问题 而你的儿子和孙子也不能变成美国人了 这事你得小心 算了半天 你怎么也得往自个儿那儿算算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